发生在27号上午台中一个31岁的孕妇上班途中 在国道中山高遭到了大货车追撞翻车 紧急剖腹产下了一个baby 但是目前呢这个孕妇状况还是不太乐观 家人还在脸书上帮她来集气 目前呢最新的情况赶快连线给记者廖荣盈告诉大家 荣盈 好 主播这起车祸造成小客车的孕妇驾驶是翻车送医 而当时紧急营产剩下了8个多月大的儿子 而目前母子俩的状况呢孕妇的昏迷指数只有3 而小baby因为有短症缺氧 营产之后呢目前插缓治疗还在ICU进行观察 我们来替一下家属最新的说法 我们真的只是真的很希望说妈妈可以 妈妈可以有一天抱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真的是最希望这一点的 那因为揪出来的时候妈妈状况很不好 在抱抱当时他们就立刻帮妈妈跟宝宝拍一张照片 那我们希望说这不会是他们最后的一张合照 当时呢远方转述其实这名孕妇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但是这个急诊医师一时就告诉他 你还有一个宝宝 而这个孕妇马上就恢复了心跳 真的是为母责强 而紧急的将小孩子生了下来 而目前家属只希望能够有奇迹发生 大人小孩平安的度过危险期就好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情形 出播 好我们谢谢荣姨在现场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这家属期望会有奇迹的发生 大家也在脸书上帮这个妈妈加油打气 我们在对orp Crazy 这里有一elson形同样的问题 C